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在不久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双半决赛中 来自朝鲜的黑马组合李正直 金秦英 八回神勇 4比3击败中国香港队的总决赛冠军组合 距离夺冠仅一步之遥 而在过去的历史中 朝鲜乒乓球运动员所取得的佳绩更是数不胜数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拿到过世界冠军 亚洲冠军 多次战胜国兵主力 也曾在奥运会上获得银牌 铜牌 这次又将与中国队的王楚钦 孙颖沙争夺金牌 不愧为拼弹的神秘之师 朝鲜之师什么来头 为何能进混双决赛 沙头组合胜率几何 对手头疼 媒体好奇 朝鲜乒乓球已阔别奥运会舞台八年之久 他们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人 27日 混双首轮 他们4比1爆冷击败了二号种子 张本志和早田希娜 赛后 张本志和男演颓丧 但他坦诚朝鲜组合打得更好比 不是我们没打好 我们的球都打出来了 朝鲜女选手的反手失误少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难 还有男选手 他正手拉的球 反手拧的球 质量太高 他们的表现令人叹服 卡尔森认为 很难找到应对之策 他们就像凭空冒出 因为他们之前没打过什么比赛 朝鲜女选手的球非常刁钻 第一局就给我们制造了麻烦 有几个看似简单的球 我以为很容易处理 但并非如此 他的打法在女选手中不常见 在男选手中几乎没有 卡尔森说 三场混双赛后 朝鲜组合都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他们总是微笑着摇头 快步离开混合采访区 身后是所有记者失望的目光 不了解成了所有人给他们的标签 日本队教练田氏邦使复盘石也表示 第一局输得太快 一上来就零比六落后 如果能多坚持几个回合 应该能更了解他们一些 早田希娜也坦言比我 没有感到特别紧张 但由于对他们了解太少 自己有点迷茫 导致总接不住男选手的击球 更没有形成有效反击 所以一直被压着打 通过三场比赛 这对神秘之师渐渐露出真容 男选手李正直 右手横板 两面反交 主流打法 擅长反手大角度暴思斜线 女选手金秦英 左手横板 正手反交 反手长交 个子虽然不高 却有快速移动能力和强大护台能力 二人参加国际比赛次数少 先有人跟他们交过手 网络上也少有他们的信息 更别说训练方式 记忆战术特点 再加上他们不接受采访 更增加了神秘性 乒乓球国际裁判长 上海交通大学讲习教授孙麒林认为 与其他组合比 朝鲜组合 虽然比赛经验少 但他们非主流的打法已经让对手不适应 中国香港队的黄振廷解读说 长交是一个特殊打法 它跟反交有不一样的节奏 二者的机球旋转都不同 尤其在混双项目上 这么一个特殊打法会扰乱节奏 我单打的话还可以调整 但是我们双打 我跟杜凯琴是两个右手 就会存在跑位问题 金秦英反手长交使用娴熟 刮 磨 磕 挤都可以 他回过去的球 让对手很难招架 还能给队友创造进攻机会 再加上他的心态好 比赛中不急不躁 所以失误也少 却如孙麒林所言 赛前 张本志何就发现金秦英娇皮特殊 他赛后也坦诚 自己很不适应他反手的娇皮 30日 本届奥运会的乒乓球项目 将决出混双金牌 孙颖莎认为 要做好准备 因为比赛会比之前更困难 比朝鲜队是一支 意志品质顽强的队伍 我们之前没有教授过 虽然我们对参加奥运会的组合 都有过准备 但比赛更主要的 还是一种节奏的转换 对方有一个是颗粒 打法 这对于我们的调节 衔接是考验 我们会全力以赴去拼决赛 对于长交颗粒打法 中国队曾提前做过准备 在成都备战奥运时 中国女兵专门准备了多位颗粒打法选手做陪练 还请来了老将登亚平 详细解读颗粒和防湖打法的精髓 但专家同时提醒 第一次闯入决赛的朝鲜组合 可能因紧张发挥失常 也可能因兴奋超水平发挥 他们都是00后 都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 基本功很扎实 无论是发球 接发球 还是相持 都有稳定的发挥 中国队需时刻保持警惕 孙麒麟提醒 就在中国香港队 3比4西败于朝鲜组合 无缘决赛后 香港队主教练刘国栋 似乎也找到了 打败朝鲜组合的密钥 刘国栋说 比中国队的能力远超朝鲜队 我觉得战胜他们没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 朝鲜队的缺点 女孩皆反手长球 没有进攻 他们主要是靠节奏和长交 我们输球是因为不太适应 但以中国队的能力 没问题 那么杀头组合决赛 面对朝鲜选手时 二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 王楚钦一定要放平心态 克服奥运会所带来的紧张感 客观来说 本届奥运会开打至今 国拼在混双方面的问题 主要还是出在王楚钦身上 比赛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无谓事物 进入状态明显慢于孙颖沙 出手也不如平时积极果断 以至于局间休息或暂停时 还出现了孙颖沙与肖战教练 一起开导王楚钦的情况 作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运动员 王楚钦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作为国拼六大巴黎奥运主力中 唯一一位首次参赛的选手 他的发挥远不如樊震东 孙颖沙 陈梦顺畅 这并非其正常表现 所以决赛的第一要务 是要放平心态 否则其他一切即战术布置 都将成为空谈 其次要尽量扬长臂短 切勿与金奇英的颗粒怪交 做过多纠缠 朝鲜这对选手之所以 能在奥运会上连续暴冷赢球 主要还是打了一个信息差 因为他们很少参加国际比赛 所以不被大家所了解 而这种不了解 在配合上金奇英的反手颗粒怪交 就更难对付了 这次尽量避开对方的反手颗粒怪交 多挥球到其正守卫 形成常规旋转对抗 这样才能发挥出国拼主力超强的 弧圈球优势出来 最后必须敢于和对方打成球相持 做好被搏杀的准备 通过观察前几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两位朝鲜运动员的技术 其实并不全面 强就强在打法怪异 以及敢打敢拼 进台的搏杀威胁相当大 只要出现机会 就能出现足以致命的抢攻 再加上双打是一人一板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各自的漏洞 对于这样的对手 国拼主力绝对不能自乱阵脚 做好被搏杀准备的同时 尽量形成长球相持的局面 这一方面可以限制金琴英 在进台使用反手颗粒怪交错 摆颗 另一方面还可以逼对方 进行上悬对抗 这时候 王主钦 孙颖沙扎实的基本功优势 便能体现出来了 总的来说 决赛之战 国拼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王主钦能否正常发挥 存在疑问 而他和孙颖沙 能否适应金琴英的颗粒怪交 也是未知之数 但只要两人能保持心态平稳 合理布置好战术 那就有大概率取得胜利比 期待二人能抗压成功 夺得冠军 先说一遍 对方说一遍 对方说一遍 有可能性能认为